这是一间简易的铁皮木板房 房间里住着一个75岁的老人 房间右侧堆放着各种衣物 中间的位置铺了一张单薄的垫子 这是他睡觉的地方 左侧则摆放着家里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 这是他的孙媳妇 他每天准时来到老人的家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他熟练地往瓶盖里倒了点油 然后倒入老人的耳朵里 他说这样能让他听得更清楚 我声明一下 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行为 大家不要模仿 我这次来是给老人送屋子的 我给他带来了油 盐 十个鸡蛋和五包米饭 我告诉孙媳妇 蛋炒饭很简单 先倒点油 然后打入鸡蛋 再把米饭倒入锅里翻炒 但还没等我说完 突然外面下雨了 屋里面也露起了雨 这个房间咋住人呢 我真的俗了 这雨一直滴哒哒哒哒哒哒 整个房间全都在露雨 老人赶紧跑到外面 用他独有的方式 祈祷雨赶紧停 因为每次下雨 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而当我看到远处的乌云黑雾 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大爷一直在跟老天爷说话 你看他衣服都湿了 大爷说别下雨 别下雨 雨赶紧停吧 大爷进来吧 大爷你别念这雨了 这雨越来越大了 但老人始终不肯放弃 他顶着雨 挥舞着双手 嘴里还念念有词 衣服被打湿了也全然不顾 但这种诚意 也就只能打动我 老天爷怎么会眷顾 一个这么渺小的老头呢 雨越下越大 我强行把老人带回了房间 大爷不念咒语还好 念完咒语以后 这雨越来越大 孙媳妇已经把蛋炒饭做完了 但我还没来得及 告诉他要放盐 你在这种环境下吃过饭吗 露着雨 整个房间还有那个破洞 整个房间里面弥漫着一种腐烂的味道 我在这里四年了 我看到过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人和事 也结交了太多太多 以称相对的朋友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下集我将给他们送上一顿大餐 然后我也将彻底告别这里了 我们下集见